蜜蜂勤力, 誰都知道 牠們每天都飛來飛去採蜜 中日牢獵 但牠們的生命很短暫 供蜂平均壽命是四至六個星期 相反, 烏龜就不同了 牠們奉行萬活, 行動滿慢 但這樣就是長壽的象徵 懶和嘆才是我的健康之道 收到 楊智龍,要支を救回來 楊智龍,要支を救わ 贓越的手 羊智鑽 été ANDкон 是 你擺帽子, 像做炭一樣 當然了, 說明的, 炭得很健康 不過這樣, 你行李呢? 行李的操縱要怎麼自己做? 助手做的 一來旅行都請助手?在哪裡? 師郎 師郎? 三界事, 真是三界事 領先不一樣, 真的 師郎, 今晚 介紹一下, 陳瓦斯, 丁子郎 長哥, 你好, 魏兒哥, 你好 我陳瓦斯, 丁子郎, 師郎 長哥, 有你時代, 有我這麼英俊 有香港小姐, 有香港先生 那我們搞什麼呢? 當然有好事 歡迎大家參加這個 《坦德健康養生團》 在這十五天裡, 我就是大家的團長 團長好… 大家好, 我會教你們 不用辛苦, 用最懶、最碳的方法 補健養生 在這十五天裡 我們會玩盡日本、台灣、香港 食、玩、浸 浸什麼? 浸溫泉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準備好 出發… 日本新色縣, 出名是雪國 漫天飄雪之中 原來賣藏著一個溫暖的寶藏 大澤山溫泉 溫泉熱力能夠暢通我們全身的氣血運行 氣血是生命之本 氣血好, 身體自然好 浸溫泉是日本人很重要的文化 因為除了是社交活動之外 不同的溫泉還有不同的療效 所以日本人叫浸溫泉湯字 就是說, 泉水可以治療身體的 我們假裝都是藝人, 靠養育食 所以第一站 我們來到大澤山溫泉 浸這個美肌脂湯 差點, 不過日本泉溫泉 不是去泉螺嗎? 我們…我們拍攝怎麼泉螺? 沒錯, 我和場地副達人 已經商量過了 為了方便我們拍攝 我們可以穿泳衣 不過記住, 如果平時來泉 一定是泉螺, 不可以穿衣 還有, 下水之前記得沖山 我知道, 因為不想污染泉水 難不, 脫衣服吧 洗澡 日本所有溫泉 都必須經過政府指定機關 中央溫泉研究所的檢驗和鑑定 研究所裡有一位溫泉專家 叫金露治泰雄 他今年87歲 為研究溫泉 去花了70多年酒片整個日本 大澤山溫泉 就全質來說, 它屬於單純泉 浸完之後皮膚會光滑 正因為這樣 他自古以來都被大家稱之為美肌之堂 性分來說, 它主要含有藍 和碳酸輕炎 它有助治療神經痛、關節炎 五十肩等等問題 大病後或過分勞累 去泡也一樣有益 好, 請坐 好, 請坐 田長 我來了 慢著… 你一出來, 別浸下來 這麼快浸下來很容易暈倒 你坐在池邊, 先浸著腳 然後拿個盒子, 把水澆一下 等身體適應溫度才浸下來 田長, 這麼久沒見, 先醉一下 等等… 別喝 浸這樣浸之前也不應該喝酒 很容易爆血管 是呀 你放心吧, 它自己知道自己嘗嘴 裝作, 只是水 還是田長了解我 喝酒本身已經流血了 你一邊浸溫泉, 一邊喝酒 加速酒精在身體裡運行 很容易暈倒 原來酒精和溫泉雙沖 不知道真是很危險的 別說喝酒 沒有, 只要浸, 到胸部吹吹吹吹吹 還有, 吃得太飽和胸肚都不好浸 都是浸溫泉的禁忌 大家要記住 浸溫泉, 每一次最好控制在十分鐘左右 而每一天可以浸兩至三次 浸溫泉是享受 但是同時高溫 也是對身體的一種鍛鍊 如果浸得太久 會過分消耗體力, 吃得其反 溫泉的話, 一般來說 如果有療療, 都是因為溫度 因為溫度偏高 所以浸溫泉後 氣血循環會好一點 有通經活絡的作用 一般女性如果容易有痛經的人 或者手腳冰冷的話 浸溫泉後會覺得人舒服很多 怎麼樣?差不多浸液了吧? 浸液溫泉, 皮膚都滑溜溜溜 有這種事? 讓我看過 對, 真是滑溜溜 我自己就行了, 爛開 你爛開吧 我浸完了, 我還是浸夠了 上去沖一沖身 是嗎? 看看 浸普通溫泉不一定是沖身 除非你是浸溫泉 所以你一會兒抹乾淨身就行了 還有, 喝一杯水 因為浸溫泉的時候 你流了很多汗, 你自己不知道 浸完溫泉, 醒醒神 繼續去玩去吃 如果抽不到時間去日本浸溫泉 留在香港又有什麼辦法? 你動來動去幹什麼? 團長, 在台灣、日本 只是在浸溫泉出汗而已 回到香港不做運動, 怎麼出汗? 這麼大的兒子出汗也要我教你 不用動身動小的 只坐在這裡, 那就出汗了 只坐在這裡也可以? 不信嗎? 跟我來吧, 換衣服 團長和樂意呢? 就在裡面 好像很棒, 我有意思… 這麼熱? 看來你燙死你了 這個養生蟲是攝攝四十多度的 團長, 我終於明白 你說坐在這裡也會出汗 這個養生蟲的熱力能拍攝溫泉 只有兩個養生蟲, 那我們怎麼辦? 出去排隊吧, 師郎, 乖 這個養生蟲經過一晚加熱 熱力很快就滲入身體 真是坐一會兒就出汗了 剛才職員跟我說 說燙三十分鐘就出去休息一下 還可以看看我們流出來的汗 是什麼顏色 汗又適用? 醫師 出汗很重要 因為汗是由瓶液組成的 是幫助人體散熱 以及調節體溫 主要有皮膚, 排泄代謝肺脈 正常的出汗 會將病邪排出體外 促鎮恢復 但要留意 出汗過多, 令人體過度消耗 令人體收去平衡 汗是由皮、肺、腎、三個撞腐 水濕痰積聚的病理變化組成 所以出汗的顏色 是代表身體的健康狀況 所以啡色就是皮微過濕 灰色就是代表體內蠍水 鹽分過高 想出一身汗而已 進來這裡就行了 又大又舒服 這裡很熱 差不多40至50度 進來沒多久就已經出到一身汗了 我覺得進來半小時 比做一個小時運動出的汗更厲害 我了解了 這裡用熱力逼出汗 加強血液循環 最適合身體虛弱 或者不適合做運動的人 來提升他們的新陳代謝 一個人如果出不了汗 有可能是患上閉汗症 長期會導致新陳代謝降低 免疫力下降, 情況相當危險 高溫加上紅馬腦肉石 據說可以改善內分泌 消除精神緊張, 氣息變好 而天然的水晶鹽 幫助驅除體內寒氣 強健內臟器官, 增強身體免疫力 就這樣坐在這裡就可以出一身汗 真正享受養生 用熱力逼汗最適合我們小組運動的人 尤其是肥人太重, 跑步雙關節 做這個就最適合 還有, 胃下水的人 子宮下水的人 都不能做運動排汗 排不出汗, 血液循環就差 所以利用熱力排汗 出現新陳代謝 有件要留意的 出太多汗不是好事 如果發覺自己太累或者開始暈 就是出汗過量, 這樣就要出去了 要出去了 對, 他們兩個差不多了吧? 對 走… 快點 到我們, 到我們 出汗後要補充水分 先喝一碗湯 真棒 你幹什麼? 幹什麼? 什麼?我的碗湯 我的 我不行 你…你跟我爭 好, 去吧 團長, 我們這個叫坦德健康養生團 你吃即食麵, 很多辣多鹽吃死你 爛開 團長, 不用擔心 現在的麵條上面沒有辣 如果你真的擔心鹽的辣 湯就不會那麼多 就可以減少鹽的吸收 但一點點不怕 一點點不怕的… 輝博士, 聽說吃即食麵會得頭髮 他就沒所謂, 我這麼英俊不行 冷開 其實那些頭髮的傳言 是因為那個人本身的基因 以及他的性別 決定是否有頭髮 剛好那些人又吃電 三十多歲自然的頭髮 關這面什麼事? 不關事 根本就不關事 飛人流場跑得快, 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他也有慢的一面 他曾經說過, 他喜歡慢慢吃飯 他又喜歡慢慢洗澡 他喜歡一些慢節奏的生活 其實有時候慢活 可以幫我們平衡生活的節奏 生活放慢一點 有時候效率也會提升一點 心靜下來, 自然就會健康一點 團長, 這陣子經常要浸溫泉 一定要健康一點 我平時已經像小鹽、小糖一樣 不如這樣, 戒油 你戒多口比戒油好 油一定要吃 不過吃哪種, 吃多少就直接影響健康 一定要懂得選 很多人以為油不健康 應該要避免油製食物 有人甚至認為要戒油 事實上, 油含有必須的脂肪酸 幫助我們在日常飲食 吸收脂溶性維他命 包括維他命A、D、E、K 對人體非常重要 瓶子油? 南瓜子油? 開心果油? 杏仁油? 市面上有幾十種食油 其實每種油都有它的好處 粟米油可以抗氧化 花生油有助於心臟病 這些油都是比較普遍的 團長, 你嘔吐了 你說漏了最健康的橄欖油 橄欖油再加白松露 你又怎麼看? 怎麼看?又是看的嗎? 我來嘗嘗 現在拌上橄欖油炒蛋 要是耳粉, 煎到牛排 加白松露很香, 炒得很甜 但有些人說橄欖油不可以用來高溫煮 有些人說可以, 究竟哪個適合 橄欖油, 你問我吧 橄欖油, 初詐的橄欖油 意思是第一次壓榨的油 沒有經過加工 煙點比較低, 所以不適合煮食 平時也是用來點沙律、麵包吃 另一種是經過提煉的橄欖油 煙點比它高一點, 適合煮食 我不是很聰明 我不是懶, 我是很聰明 油加熱之後, 開始出煙的溫度 就是煙點 到達煙點的油, 油的分子開始分解 產生化學物 而當中的化學物質可以致癌 橄欖油很健康, 沒那麼肥 錯, 肥不肥呢? 其實所有油都是一樣的 因為無論是植物油還是動物油 一湯匙的油大約有120個卡路里 所以哪種油比較健康呢? 就要看看它所含的脂肪酸 油其實主要是油飽和脂肪酸 單元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製造而成 我們說不同的油其實取決於不同脂肪酸的比例 飽和脂肪酸容易增加壞膽固醇製造 同時也會增加幻想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飽和脂肪酸含量偏高的包括有豬油 但原來近期流行的椰子油 所含的飽和脂肪酸是豬油的一倍 其實相對單元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健康是較為理想的 有豐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橄欖油 就是一個相對健康的選擇 樂儀,別說我不疼你了 怎麼樣? 有個學者說吃完一種油就換另一種油 就可以吸收不同的營養素了 所以吃完橄欖油就可以吃阿麻子油 或者芥花子油 為什麼這樣做? 要長個好爸爸嘛 坤爸爸什麼事? 我問問專家吧 麻煩專家 其實阿麻子油和芥花子油 含有豐富的奧米加三脂肪酸 奧米加三脂肪酸 其實是一個必須的脂肪酸 就是人體不能夠製造 要由膳食中直接攝取 例如有ALA、EPA和DHA 它們是組成中樞神經系統的重要元素 孕婦和小孩出生至兩歲 這些成長的黃金時間 其實要攝取充足的奧米加三脂肪酸 有助智力和視力的發展 原來吃油也禁了學問 吃什麼油會越來越漂亮? 介紹給你一些好東西吧 我吃了, 摩洛哥堅果油 它含有豐富維他命E 具高效抗氧化功能 可以修護肌膚 很多美容產品都添加了這種成分 所以這種油除了吃之外 互敷互發也很好, 試試 紫蘭, 你嘗嘗嗎? 等等, 讓我先嘗嘗這個辣椒葵花紫油 有點辣, 挺有趣 葵花紫油? 對, 其實葵花紫是向日葵的種子 其實有很多油都是由靜位的種子 提煉出來的 說得對, 像葡萄紫油一樣 就跟葵花紫油一樣 含有豐富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有效降低, 壞膽固醇 維他命E還非常豐富 具抗氧化功能 有效抑制自由基和抗衰老 有研究顯示維他命E 有效降低, 長者的認知能力衰退 那我真的要買一些來 效益的老人家了 他意思是買給你這位老人家 放心, 我會買一個一打給你 好 你剛才說什麼?買什麼? 我這麼快就忘記了 是嗎?怎麼會在這裡? 綜合這麼多款油 想抗氧化, 葵花紫油是首選 想護心麻, 芥花紫油也不錯 至於老婆和事力發展 可以選擇雅麻紫油, 又會選擇 你們, 台灣什麼油最漂亮? 台灣最漂亮的是流心油 爛開 全球船仔, 我這次聞不到了 是麻油 麻油味的, 流心油 麻油還有很多好處, 跟我來吧 麻油很受台灣人歡迎 因為麻油裡面 有超過八成對人體有益的 不飽和脂肪酸 據說, 麻油可以抗發炎 有人會愛用 麻油裡面含有一些 抑制速發炎的物質 所以含有些少許抗發炎的功效 以前老婆婆很喜歡用麻油 替嬰兒塗臉 當嬰兒發臉痕癢或發炎的時候 部分嬰兒的確是有效的 但有些嬰兒如果對麻油敏感 或滋漏性肥膚炎的情況出現 就會濃厚反絕 所以這個效果因人而異 芝麻好處多多 含有保護細胞面 自由基攻擊的物質 可以延緩老化 又有豐富木分素 可以增加血管內一氧化淡的濃度 改善高血壓的情況 麻油中含有豐富的鐵和鈣 可以幫助提高認知能力 強化牙齒和骨骼健康 團長, 麻油很香 這些是用冷壓方式製造出來的麻油 你看, 多漂亮 現在是沉澱的過程 沉澱雜質 完成後, 麻油就可以用來煮東西 我知道爛壓和鹽壓的分別 鹽壓就儲存得沒那麼久 而爛壓也儲存得很久 學人 食油放得久 裡面的不飽和脂肪酸 就有機會被氧化或者水解 產生油溢味 但是相比其他油 麻油的保留期限會久一點 原來跟裡面的抗氧物有關 麻油在焙炒的過程 這個高溫就會將麻油裡面的 有些芝麻淋素轉化成芝麻糞 而芝麻糞是一個很強的抗氧化劑 所以可以幫助麻油 在一段很長時間都不會被氧化 所以就可以放很久了 這些是用黑芝麻做的還是白芝麻做的 這些是用黑芝麻做的 黑芝麻做出來的麻油 味道比較濃、比較香 是用來煮東西的 白芝麻做出來的麻油 味道比較清淡, 用來拌麵就最好了 麻油香味重又有益健康 有新鮮的麻油 當然是用來煮台灣最出名的麻油雞 這個就是慈名的麻油雞 台灣人說是補的 真的很香 聽說女生吃得最適合的 來, 馬上吃點 不要吃, 麻油雞是給女生生後進補的 你生寶寶嗎? 吃什麼?老婆, 你也不要吃了 你知道補什麼嗎?問專家吧 專家 其實很多女士生完小孩之後 都會出現貧血和怕冷的蒸醬 在這時候就需要很高熱量的食物 幫助恢復體力 而麻油雞裡的麻油 正正可以達到這個功效 真的很香, 吃不吃嗎? 因為每個人都能吃, 你…都能吃 她說我… 你, 拿筷子拿開 不吃就不吃, 我吃麵 明晚, 團長會帶大家去台灣 吃野菜養生 這個呢?叫做岸地金蓮 那怎樣吃? 幾粒 這個溫住的水除了可以浸泡之外 還可以用來喝 好像在喊一條新的食棍 是你喜歡喝這個醬汁的話就沒問題 我啦啦啦啦啦啦啦 吧啦啦啦啦... 嗎? 我們在家中心裡